填起了皮膚容易出現乾癢 這時除了乳液之外 民眾也會使用凡士林來滋養 但也有人認為當中的成分 有害肌膚 拿來護手 而且冬天一直洗手的話 手也會乾裂 一個一個什麼石化裡頭 什麼體戀的 到底那個是什麼 所以我就不乾了 網路流傳當中的成分石蠟 會破壞皮膚的調節機制 這是真的嗎 目前的文獻來講 並沒有說到石蠟會影響到 皮膚的調節機制 而且它非常的安定 非常的溫和 那凡士林她也是皮膚科醫師 非常常用又好用的一個 油性的鎖水保濕物質 石蠟常使用在女性的保養品 與化妝品中 是符合國內化妝品原料基準規範 而且皮膚有乾癢過敏的患者 醫師也會建議使用適量凡士林來保護 我都會建他們 其實他們少量多點 就是輕輕的 對 不然有些人真的會覺得油油的 覺得它很悶很油 那沒關係 也就是洗完臉 洗完澡之後 趁皮膚還沒有很乾的時候 可以用多點 就少量多點的方式 輕輕地按摩按壓皮膚 凡士林中的石蠟是安全性極高的物質 極少有民眾有過敏的問題 不用過於擔心 使用時需要選擇標示完整 並且在保存期限內的產品 大家新聞 黃線郭家旭 台北新店報導 一直在保存期限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